我领老的饭 我没饮我死里强 从今的一天不坏呀 毕高先生会在自己家中将事先准备好的假扮林农药 倒入一碗中 并对张浩泽黄冲是奶 见张浩泽没有喝下干农药 先生会强行将假扮林农药给张浩泽灌下 眼前站在法庭上的这个女人叫做秦某文 检查机关指控 她将农药掺入到牛奶中 强迫自己的儿子浩浩喝下 导致只有四岁的浩浩死亡 那么母亲独死亲生儿子 这种疯狂举动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么样的沙子动机呢 像爱孩子一样爱自己 像恨自己一样恨孩子 这个感受世界里真不清楚 时间 2011年6月20日 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 这天晚上七点 家住娘娘庙村的张大爷突然看见 邻居秦某文抱着他四岁的儿子浩浩 神色慌张地从家里跑了出来 一边跑还一边跟张大爷说 浩浩又犯病了 希望他能够帮忙叫个车 张大爷赶忙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叮嘱司机将母子俩送往医院 出租车司机发现 母子俩上车后 车内顿时充满了一股刺鼻的农药味 并且孩子躺在母亲怀里 还不停地痛苦呻吟 过了一会就听到 秦某文给丈夫孙某海打电话 说儿子浩浩喝了农药正在赶往医院急救 然而当孙某海赶到医院时 浩浩已经停止呼吸被宣告了死亡 尸体的理化检验报告结果显示 死者浩浩的肝脏和胃以及胃溶物 均检测出了甲半磷的成分 可以确定 浩浩是因为甲半磷中毒导致的死亡 既然是农民的必备常识 一般人都不会把它放在家中 那么浩浩又怎么会喝到农药的呢 当时秦某文说是 他不小心把农药放在了饭桌上 结果被浩浩误喝了 然而对于这个说法 浩浩的爷爷却并不认同 原来就在一个多星期前 也就是6月9号 浩浩曾经就因为药物中毒 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抢救 幸运的是 由于中毒程度轻微 浩浩捡回了一条命 6月18日 浩浩好不容易康复出院 没想到两天后又中毒 而且这一次再也没有醒过来 浩浩连着两次中毒 让孩子的家人感到了不对劲 立即向警方报了 接到报案后 警方对秦某文的家进行了仔细勘查 民警在厕所北边发现了 甲半磷的农药瓶子 在西墙外发现了一个白色塑料水瓶 和一个装有少量液体的奶瓶 经过检验 水瓶和奶瓶里都含有甲半磷的成分 根据农药瓶子上的批号 民警找到了农药的经营点 据店主反映 这瓶农药是在6月19日 秦某文在他店里购买的 警方认为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件 而孩子的母亲秦某文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立即将其抓捕归案 经过审讯 秦某文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其交代 在2011年6月20日晚上 他将浩浩从婆婆家接回来以后 浩浩就吵着要喝奶 于是他就把甲半磷掺到了奶中诱骗孩子喝下 然而 在刺鼻气味的影响下 浩浩并不肯喝 于是他就按住孩子的肩膀 强行将奶灌到了浩浩嘴里 几分钟后 浩浩便开始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为了不让家人怀疑 在浩浩昏迷之后 他迅速清理了现场 然后假装浩浩误食了农药 将其紧急送往了医院抢救 秦某文毒害亲生儿子的罪行 很快在县城里传开 大家对这件事情议论纷纷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 秦某文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违反人伦的事情呢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在2010年 秦某文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网名叫 恶之花的网友 从他与网友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 秦某文曾经多次提到过要将孩子处理掉 然后跟网友结婚 难道他真的是为了情人就将自己的儿子杀掉 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对于这种说法 秦某文坚决否认 称和网友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结婚只是在网络上说说而已 但是 在警方的询问中 网友恶之花却称 他和秦某文在2010年6月份就在现实见了面 并且在11月份的时候 两人就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中发生了关系 此后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他曾多次提出结婚的事情 而秦某文也表示愿意嫁给他 在2011年春节后 秦某文就承诺 等他处理掉孩子的事情 就跟自己结婚 但没想到他所说的处理 竟然是将孩子杀掉 这样看来 秦某文应该和网友恶之花发生了婚外恋情 而且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即便如此 也用不着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吧 在村民们看来 秦某文有自己的家庭 又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和丈夫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实在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还要在虚幻的网络中寻求情感的慰藉 甚至为了和网友结婚酿成悲剧 难道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在看守所心理辅导老师的开导下 秦某文终于说出了一直埋藏在内心的往事 原来在村民们看来 秦某文和丈夫孙某海的婚姻应该十分美满 但实际上背后暗藏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家庭暴力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和浩浩有着密切关系 秦某文说 2007年儿子浩浩出生后 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降临 原来经过医生检验 浩浩的血型是AB型 但是他和丈夫的血型都是B型 大家都说两个B型血的父母不可能生出AB型血的孩子 从那以后 丈夫孙某海对他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仅经常质问他孩子是哪来的野种 还对他又打又骂 甚至还闹得他娘家不得安宁 由于孙某海不愿意去做鉴定 又对孩子是不是亲生的产生怀疑 于是孙某海一家人开始对秦某文冷嘲热讽 婆婆更是对他百般挑剔 秦某文认为丈夫之所以不肯去鉴定 很可能是对结婚前的一件事情有怨气 原来在秦某文结婚前还曾经有过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 后来在2005年惊人介绍 秦某文认识了孙某海 但是孙某海却一直怀疑秦某文与前男友藕断四连 两人为此是经常闹别扭 按理说两人应该不会结婚 但是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 加上当时秦某文已经23岁 在村里来说已经是晚婚 而且孙某海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错 结果秦某文稀里糊涂就嫁了过去 凑合而成的婚姻和丈夫的怀疑 让秦某文十分压抑 他也曾经想要结束这段错误的婚姻 然而 在农村 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不是你想离婚就能理 为了顾及双方家庭的面子 秦某文只能在丈夫的家庭暴力下饱受煎熬 无处诉说 无处可逃 就在这种离婚不成 又无处发泄内心煎熬的情况下 秦某文在网络上认识了网友恶之花 他把恶之花当成了一个聆听者 将自己的不幸跟他诉说 在恶之花的安慰下 秦某文渐渐对他有了一种难舍的依赖 并重新燃起了对爱情的希望 于是他主动与恶之花见面 并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随着两人多次见面 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就开始策划着结婚的事情 然而就在此时 孙某海却发现了秦某文的婚外恋情 快打死了快 差点没命 你知道我一许没睡觉你了 那我想那次他们的一家人都在攻击我 今天这个 这个夏天 这晚牛死在我们家是经常出现 凑乎 凑乎是经常骂的 眼见自己和丈夫的关系 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秦某文跟孙某海提出了离婚 但是 孙某海不肯丢这个面子 因为一旦离婚 孙某海在村中就再也抬不起头做人 于是他对秦某文说 离婚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去死 婚礼不成 又要承受丈夫和婆家的怒火 在家庭暴力和虐待下 秦某文渐渐有了轻声的念头 但是想到自己要是走了 孩子就没有人照顾 他又舍不得离开 直到2011年6月9日 浩浩突然因为药物中毒进了医院 经过调查 浩浩这次中毒完全是意外 跟秦某文没有关系 但是婆家所有人都把错误推到了他的身上 秦某文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委屈 于是在6月19日买了一瓶假扮林藏在家里 准备找机会自己喝下去 然而在6月20日晚上 他去婆婆家接浩浩时 又因为琐事与公公婆婆发生了矛盾 于是回到家后 秦某文越想越气 越想越想不开 既然担心孩子在自己走后无人照顾 那就两个人一起走 于是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农药 掺到了牛奶中 强迫儿子喝了下去 然而 当看到浩浩痛苦挣扎的样子 秦某文后悔了 你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个痛苦是不是 你会后悔来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浩浩仅仅四岁的生命没有抢救回来 永远离开了时间 或许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要强迫他喝下刺鼻又难闻的牛奶 至此 案件真相大白 事后经过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鉴定 证实了孙某海的血刑是A型 孩子的确是他的亲生子 如果当初孙某海选择去做鉴定 或许这起令人极度痛心的家庭悲剧根本不会发生 但人生没有如果 一条小生命的逝去最终导致一个家庭的彻底破罪 被告人陈文文反故意杀人罪 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